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原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琦 第七十章 哈楓先生 十 上次提到 我和柳向晚開始跟著吞吐秀的節奏 一呼一吸跟著吞氣 劉向晚時不時會忍不住笑 打側臉看著我 我也打側臉看著他 很明顯我們倆都努力忍著少 跟著那兩隻好可愛的吞吐秀的節奏 用力向前吹 沒多久就吹到自己耳鳴眼花 劉向晚吹到整條頸都紅了 幾分鐘後 我們吹出來的氣息比剛才微弱了很多 但那兩隻吞吐秀就一如既往 完全不望我們倆 這就是因為北斗七星鎖重振和重奏起的效果 讓摸過半小時後 柳向晚整個臉都紅了 頸都粗了 我都吹到拼命流口水 不做不知道 一做才知道 連續不間斷吹起 真是很累的 我們倆很滑稽又誇張動作 把對方搞得很好笑 總算是堅持了40分鐘 那兩隻吞吐秀都開始有些不同 公的眼中開始留眼淚 那隻雖然沒有留眼淚 但兩隻眼都很悲哀 我停下吐氣 舉起右手向柳向晚擺了手 但柳向晚看不到 還在正經地學著公過的樣子 伸長頸向前吐氣 不得已了 我唯有輕輕叫了一聲 柳向晚 柳向晚臉紅紅地轉眼看了我眼 我視乎她停下 她停止吐氣 然後問我說 怎樣?是不是成功了? 我便輕輕說 沒有呀!不是那麼對勁 公過的哭了 我問這件事在蟲書中是沒有寫的 噴吐秀如果說成功的話 他們會臨時背著口不吐氣 然後跟著趕蟲人走 過一段時間後才恢復吐氣 柳向晚跟著接袖又吐一口氣 這樣才打起頭對我說 是否我們把他的家弄爛了 他們不開心呀? 我順便吐了一口 然後跟劉向晚說 這樣又不是呀! 大多數的蟲都很喜歡遇到趕蟲人 因為只有趕蟲人知道他們最需要什麼 可以發揮到他們最大的價值 就像千里馬遇到爆落那樣 只有幾種斜斜的才會不喜歡趕蟲人 劉向晚跟著說 噢!既然如此 我們就繼續吹吧 一邊說一邊伸長條頸繼續吹氣 我看見他這樣忍不住少一出聲 劉向晚就扶著自己的棒球帽繼續吹氣 過身在那裡按下按下按下 我實在忍不住在草地上一翻身 索性不吹氣 然後嚇嚇大笑 劉向晚看見我居然來職守 他還很認真地伸長條頸繼續吹氣 我便笑笑口地說 哈哈哈哈 你不要吹氣了!我們可能失敗了 劉向晚這樣才站起來走到我身邊 我撩了他的腳 他捏一聲搭到草地上緊捏著我 我們倆捏得很近 我用食指多多他肩膀笑著說 你知不知道你剛才有多搞笑 劉向晚都用他的食指刺我的肋骨 都忍不住大笑出聲了 哈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我忍來忍了多久 由一開始吹的時候我就想笑了 我們倆就是這樣 在滿天的星光之下 躺在草地上 你結我一下我捏你一下 笑得就好像兩個天真浪漫的小孩子 突然之間 劉向晚一翻身 趴到我的身上 然後有一陣默默的體香 直接衝向我的大腦 我知道是有一個弱力發作 我開始很用力地抱緊劉向晚 然後上下摸索著 我們倆都休息大氣 劉向晚很濕潤的嘴唇 貼到我的臉上 而我鼻孔之中的氣息吹動著他的頭髮 他眉上眼睛 亂摸著我的金玉輕薄衣服 他想找樓 我也亂摸著柳向晚的身體 從腰上摸下去 不打不撞 把手伸進去 他臀部一個袋裡 突然之間我碰到一件事 在那瞬間 我身上喊了一句 糟了 然後一陣頭找 我就不省人事了 那個是門硬幣來的 當天曼蛇圍井場時 魯哈姆就說了 食必功取 今生今世都不能碰錢 一旦犯戒 重班便會延長 等到圍著腰轉一圈 我都不用見到雪玲珑 我就會沒命 等我醒來時 我就發現被劉向晚揹著 話就說是揹著 其實是半拖主 他很辛苦地揹著我走回頭 累得他休息大氣 被香漢臨來 我醒來後就叫了一聲 這裡…是哪裡來的? 劉向晚很開心 一下子鬆手 接著我整個踏在地上 劉向晚轉身 看到我踏在地上 拼命說對不起 接著伸手把我拉起來 我了開一件金肉輕薄衣一看 重班向左邊又走了差不多一個厘米 我的腰圍是二尺五 也就是大概83厘米 那也就是說 以後這種錯誤 只能夠犯七十多次了 看上去就幾多次 但平時一個細節不注意 就有可能觸犯 我估計 由柳樹溝走出來之後 這七十多次都夠我用三年 所以一定要在三年之內找到雪玲珑 劉向晚告訴我 我分迷了半個多小時 他很害怕 看到我呼吸還很正常 就把我背了起來 準備把我拖回去泡伏山 但他看起來太弱了 半個小時的時間 呼吸了大氣 也走出了幾百米 他已經揹不動我了 停下來休息幾分鐘 想著再揹起我繼續走回去 突然之間我就醒了 我跟他說 我摸到他的錢 就在左邊屁股的袋裡 劉向晚下意識地伸手摸出來 那個還不是人民幣 竟然是港幣 一場風花雪的事 就這樣被這一元雞搞窩了 劉向晚見到我醒來之後 好地地站在他面前 就在我們兩個眼神交互的時候 然後他突然整個臉都紅了 可能是想起剛才發生的事 這時候 翠玉的效力減弱了 當然他會害羞了 後來我才發現 翠玉是隨著月亮變化而變化的 在頂更時分 月滿的時候 效力就最大 其餘的時候 根據時辰和月亮的盈規逐級低減 後來我都將這些細節 補充入了松書裡 劉向晚這次 總算很深刻地記下了 我是不可以碰錢這件事 上次其實我也跟他講過 但講得太多了 他反而聽到有些迷迷懵懵 接著我又跟他講 我們要回去 如果不是的話 不但功虧一軌 去到第二天 有人發現了 這裡有兩隻怪獸 這樣會是雌雄吞吐獸的惡夢 也是發現那個人的惡夢 搞不好的話 會搞出很多人命 因為不董行那些人 貌貌然對吞吐獸下手 很容易就會失去 所以我們要回去看看 就算趕蟲失敗了 也要想辦法隱從那隻吞吐獸 如果不是的話 對人對獸後果都是不堪設想的 劉向晚押了頭 我們兩個手牽著手 回到那個石壁旁邊 接著我又對他說 你避遠一點 將你的手田筒給我 好啊 我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看看石壁裡有沒有其他東西 蟲書也是歷代趕蟲人的生死筆記 一字之差就會害死所有圖子圖孫 所以只可能對某種蟲沒有記載 是不可能對其中一些細節會寫錯的 我將劉向晚的手田筒拿過來 祝福他去到東邊二三十塊地方 一個坑裡趴下 我不叫他露個頭出來 就不能露個頭出來 劉向晚看到我這麼認真 細細聲說了一句 你要小心啊 他牽著我的手不願意放開 我就說 噢沒事的 我是做什麼的 我是趕蟲的 這個就是我的專業 你是什麼專業 你學歷史的 所以這件事 我在前面做 你在後面看 到時候寄下來 和我寫個 什麼本紀世家的東西 流方千古 萬載流明 好嗎 劉向晚聽到我這樣 揭一聲笑出來 我走到那個石盒旁邊 先將那七肢黃旗子動了一下 重新對應北斗 接著將搞笑大廠的屍體 緊緊紮在腰間 撿試勝後 將打實龍筋綁在頸上 綠骨刀閉在袖口中 左手拿著劉向晚的手電筒 對著石盒中照了一下 這樣才發現那個石盒中大有乾坤 剛才我們傻傻地 趴在地上吐氣的時候 雖然天星是月朗星稀 但石盒中是黑咕咚咚的 只看到趴著兩隻吞吐手 就看不到底部有什麼 現在用手電筒一照 才發現了 公的吞吐手的左腳上綁著鍊 但那隻吞吐手的腳上就沒有 難怪這隻公的吞吐手會流眼淚 原來他不知道被什麼人綁在這裡 我們兩個剛才學吞吐手套氣的樣子 這個樣子雖然很傻 但早就打動了吞吐手 只不過他腳上綁著鍊 根本不能動 所以唯有Belibara流眼淚 那隻看到公的那隻不動 他也不動了 這隻公手是早前被人捉了放在這裡 那隻很有可能是看到公的那隻被人捉了 我主動來到這裡 看樣子這隻小蟲是很重感情的 公和那之間是不想分開的 我用手電筒仔細照了一下 發現那條鏈上刻著銘紋 每個鏈環上都刻著 上面刻著四個鳥損 紮與之骨 其他字我可能看不明白 但這種蟲書的鳥損 暗沙門的人都比較熟悉 因為經常要接觸 例如黃金銅 他對那些古異字的研究就很深了 看到這四個字 我陰著倒吸了一口冷氣 松書上有記載 在明朝末年時 有前輩三人結火進去巡領 據說歷盡了很多年 用蟲來趕蟲 這樣才能馴服到一隻瓊棋 瓊棋在山海經中有記載 他整個樣子好像牛一樣 身上披著刺威帽 亦是說他全身都是刺的 食人的 用蟲來趕蟲 這句話就有講究了 有很多很高規格的蟲 就不是人力所以能馴服到 所以我通過其他蟲的感應來馴服它 所以為了要趕蟲棋 那些前輩用一蟲來馴一蟲 前後趕了七隻蟲 再把蟲棋就馴服了 打個比方 用魚蟲來捉鳥的話 再用鳥去引誘老鷹 然後再用老鷹去捉蛇 然後再用蛇去引誘老鷹 然後捉了牠 這樣就叫做以蟲趕蟲 很麻煩的 都是耗時耗力的 但是降伏了蟲棋之後 那些前輩就發現 根本洗不到牠 經過多方研究那些上古墳殖 三位前輩這樣才發現 要用蟲棋這種蟲的話 一定要用一種寶鏈來穿牠的鼻 這種寶鏈就叫做紮雨之骨 這條鏈很有來歷 在上古時有個古皇帝叫做義父 他人頭蛇身 行動很敏捷 但性情很暴雷 義父有個神之叫做蟻 這一軍一神當時把紮雨殺了 紮雨其實就是上古時代的騎手 很通靈 殺紮雨時 義父覺得這個蟻的手段很特別 日後肯定會成為禍患 於是他就拿了紮雨的背脊骨 而這些背脊骨就像一個個圈子一樣 義父就大展通靈 將這些一環環的骨頭無縫傷口 也就是說 在不開口的情況下 將這些骨頭造成了一條鏈 之後再用蟻把這條鏈綁起來 混在疏尼之山石盒裡 斗轉星兒去到看待孫弟時 派人入山彩石找到的石洞 發現了裡面有一具人骨遺骸 被那些紮雨鏈綁了一隻腳 漢孫弟覺得站起來 周圍問神子究竟是甚麼回事 那群大臣通通都不知道 後來問到劉向那裡 劉向就將義父和危的事跟孫弟說了 漢孫弟嚇了一跳 於是立即狼命令叫所有神子都要學習山海經 所以紮雨骨就留存在人間 但是那三位前輩最後找不到紮雨骨鏈 雖然趕了窮期 但是放在那裡就沒用 最後就放回他入山 我再用手電筒向下面照了一下 發現底部有塊石板 紮雨骨鏈是由石板裡一個洞裡穿出來的 鎖住攻的吞吐手 石板上用遞書黑媽媽寫著四個帶子 分明就是黑風祖庭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 橫法庭 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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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